開始有所謂的六念法 六念法是在佛陀時代就有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師 念戒 念武天 這個主要都是由這個三寶 以及這個所謂為自己的身 由很多師祠見 以及這個天人 這樣的善 善的功德 有意念 有讓自己身體信心有力量 最後就是讓不幸的人 他在恐怖苦難或病重的時候 能夠內心安定 不施善煙 這跟一般的宗教有點相近 我們講到這裡 他說念 意念 信念 觀念 這個佛是特別發的 那因為這個比較適定一般的人 特別是 不管所有的宗教都有這種話 那通常的人 甚至在原始宗教裡面也是 他的神 他的祖靈 他信仰的 他覺得 他在充滿不安定的環境裡面 有一個 他所依靠的 這個史和世界般的 所以 當這種 又念法 特別是念佛 後來有所謂的念身 那大聖就是菩薩生 管音菩薩阿 利兆菩薩阿 文殊菩薩阿 文殊菩薩阿 這一類的 那麼就特別的興盛 好 那所以 那他說是特別發達的 大聖興起 不解 那是魔法的興起 大概就是在佛 約五百年這個時候 那麼佛教 一度佛教思想史 基本上就是 從佛統時代的佛法 講到佛面後的佛法 那佛面後的佛法 又從這個 從所謂的 原始佛教 提到佛派佛教 又從佛派佛教 提到大聖佛教 那麼 剛聖佛教 又分所謂的初期 以及後期 那麼在後期裡面 主要 就有所謂的 終關為世來戰 然後又從大聖佛法 講到所謂的 秘密大聖佛法 就是 文殊菩薩 一開始講的 所謂佛教 好 那他這裡說到 他說 這個 大聖佛法 興起不久 建陀螺跟摩陀螺 那麼 有塑造 繪畫佛像遊戲 我們知道佛陀時代 並沒有佛像 而且佛陀禁止佛像 那你說 覺得你來講 在世跟律裡面 他有一條戒 他說 你如果把佛像 安在下桌 你自己就在上桌 那麼 這個是慢戒鐵 那 為什麼 那個時代就有佛像 這個是後來的 佛陀裡面自己加上去 那 一般都說 戒之又佛制 戒之又佛制 但是其實 我們有很多戒的裡面 並不都是佛制 你說這一點 那你不能把佛像 翻在下桌 自己就在上桌 就上布 那佛時代 那你就沒有佛像 那佛時代 因為佛就存在 但是 他也不允許 有人幫他畫下 或是不允許 我們一般講 都會個人崇拜 因為佛法我們說是 依法為何行 佛法主要是依法為主 或是依婚為主 那麼 你是所謂親近佛 也是為了要 依法修行 因為你不 因為佛才能夠正確 究竟徹底的告訴你 什麼是法 九托的法 那其他的宗教當然也有法 但這種法 從佛法的角度來講 那麼有些是共事件 基本上其他都是共事件 他們有出事件 所以他比多只能叫善法 他不究竟徹底圓滿 主要是這樣 所以因為這樣 你為了要真正的解脫 要疑苦 你必須要因著生團 就是佛法的生團 佛教的生團 你才很可能得到真正的結果 所以這樣我才要親近佛 那麼親近佛是為了尋法 依法 就是所謂的是修學佛法 你要依法修行 主要是要這樣子 那後來 你慢慢慢慢 所以他主要不是法 你換佛像 那麼你天天拜佛念佛 無依法修行 其實作用不大 你頂多就是聖善法 就是你念佛 念菩薩法 念到很專注很虔誠 沒有錯也會有感應 所以 努念其他的天神 也會有感應 就算孔子分子 他們很專心 很專心 在想一件事情的時候 也會有感應 孔子 孔子一生以弘揚周公 有法律主自身作業 他也常常夢見周公 那麼也是有感應 所以這種基本上是世界的 但是佛法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目的 解脫的點 知道要怎麼改團 知道用什麼方法 有刺兵可以解脫 我跟他說過 一部經最重要的 一部經最重要的三個 三個次例 一部經 主要跟三部 一部經裡面 後來特別是後期的大三經 只是我們後來的人 只知道誦經 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只知道誦經 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只知道念佛 不知道佛為什麼會成佛 整個感應的人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這樣 所以佛法就變成 變成以佛為主 然後 以安定你的修為主 那麼 那麼這個其實不是佛法的目的 佛法是為了解脫 為了究竟的解脫 那我常常會說 那一部經 他 因為經是修多了 這個 大明報商人裡面講到 他把佛法所謂三藏 就是解脫 解脫 這個我們稍微 三中 是一部 就是 天論論 解脫 解脫 解是修多了 修多了 修多了 吃力所求 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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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多了修多了 那么研究论 你不知道是这样的 外屋你要理解什么 重点在哪里 以前的布派有论识论经 把它说出来 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 就说我们念佛 念经 就是念生 基本上我们也跟外道一样 论论是阿比达玛 你阿比达玛的代表 因为这个是误盘 有不就是阿比达玛 有不就是阿比达玛 如果其他的就不一定 念有三种有昆乐 有摩丹米加有阿比达玛 我们后面再来说 这个里面都会说到 我们先暂时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在阿比达玛分别说起 主要是在分别 种相 连相 共相 那种种的这些分别 尖跟律 论是在分别尖 法跟律的 就是律 解释律的也叫做论 比如说二十二名了论 解释律的 解释尖的也叫做论 那所写的就是 他在告诉你什么 他在显示些什么道理 他在说明些什么 就是说 你像这部件 这个是在跟你讲 这部件是在跟你讲 什么得命 那我们这样讲 一部经就最主要的部分 最主要的部分 一个就是 真理是什么 一部分就是 那我怎么介绍这个真理 什么 什么是真的 对你 那我是买到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确认真实 确讯这个道理 那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先大概解释了 例说什么 他去报警 那不管你读什么经 你读阿弥陀佛经 你读金刚经 你读华洋经 不管你读什么经 那你读这些经 读不完的话 你明白的时候 你明白的时候 那么你成就的时候 你读华洋经 那你知道 你读华洋经 之后 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 就变成 读经本身 就是功课 不对 读经 就像在看地图 在问路一样 那么 你 你 已经拿到地图了 不就是 到达目的地 也没有 拿到地图 你接下来 就照做地图走 拿到这一本经 你读过了 就是 了解你这个路线图 并没有完成路地 接下来 就是怎么走 就好像 你拿到药化 然后 你拿到药菌拿药 煎药 然后吃下去 然后 你 你就是拿到经 然后把它送一边 两边 天天送一边 那么 他就有功误 没有 我明确的告诉你 有功误 但没有解脱的功诊 有功诊 有什么功诊 你这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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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怀怀 那些时候 没有功诊 但是两两边 怀怀 怀怀 无名 也是问题的 无名 亦负无私 烦怀 亦负无私 没有意义 他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他只能够缘缓你的问题 就是你正在送经的时候 你没有烦恼 送完经 烦恼 没有减少一分 有时候 他会增加 不一定 那么 所以 他重点在 我们先把这个讲 就是 你读经 你读经 最明白 最重要 要理解 修行的次第是什么 那这个我们就说到 今天主要有三大部分 那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道路 在讲什么道路 一个就是 道路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理论 就是 你为什么要学 你学习是 你修行的理论 跟宗旨 修行的理论 跟宗旨 和宗旨 你要解脱 就有解脱道 你要成功就有品杀道 你要升天 就有十三大 那是怎样子啊 修行的理论 跟宗旨 为什么 那么 道路就是 那你如果要升天 一般我们讲 就三个道 仁天道 解脱道 菩萨道 佛法就这三道 拆开来 拆开来 叫做五秤口 五秤佛法 合起来 就是佛教 佛教底下 佛法底下就是 人 天 身为圆界菩萨 那身为圆界 叫做解脱道 菩萨 叫做 菩萨道 就是佛道 那 人天 就是人天道 那也可以拆开 人跟天 那天就有欲界天 下界跟上界 欲界天跟 色无色界天 主要就是这样 那你 即使你要升天 都要按照正确的升天之道 你现在开始要来做人 都要有正确的 成为远远的这个方法 如果 你有一些基本需求 你做不到 你就成不了人 你做不到 你就成不了天 你做不到 你就解脱不了 你做不到 你就成功不到 通常是这样 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你 修行的理论 不管你这个修道 就是修行 修道的理论跟宗旨 你要修的是什么道 解脱道 菩萨道 还是人天道 一般就算是世间 世间道 出世间道 跟世出世间道 就是这三个 佛道 佛道里面 佛法里面 这个所谓的道 我们说道主要包含上部分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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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来说 这个佛道底下 主要分三大道 三大道 叫做世间道 出世间道 世间道 出世间道 是解脱道 跟世出世间道 跟世出世间道 世间道是人天道 世间道是人天道 在世间的 不出世间 世间的上海 三界六道 这是人天道 应该是这样 人天 出世间道 出世间道 是解脱道 他是解脱道 人天道 这个是解脱道 解脱道 解脱道主要 人家分道 这样分道 人天道 人天道分人跟天 那么解脱道 该当的人 解脱是解脱掉这个世界 世界就是圣事 解脱生死 那么世间就有圣事 那么解脱道 解脱道 就分身为跟圆解 行为更能干 因为我们要讲这些佛教思想是死 因为我们要讲这些佛教思想是死 你再来看这些佛教思想 就会死懂非懂 你就会 无法解脱 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些 比较 很基础 让人做到的观念 我们会先讲 我们的心共 好 那 世出世间道 就叫做菩萨道 那也叫做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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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道是从因上讲 佛道是从果上讲 那 因为你要成佛 这个叫做佛道 我们一般会讲要成佛之道 佛道 那 就叫做成佛之道 所以佛道是从果之道 其实就是站在佛道的立场上 然后往前看 所以他就当成佛共 就是只有他 然后前面都是共 这样上 成佛之道 其实是这样 那么成佛一定要经过菩萨 所以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世间道 这个叫求世间道 这个叫世间道 就是他不出世的世间道 就是他不出世的世间 但是他又不来出世的世间 好 那这个佛法 这个佛道 每一本经 如果是大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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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强调在成果之道 那么如果从因上讲 从因上讲 从因上讲 后来后面会讲初期大乘 从因上讲 他会强调菩萨的功能 以及什么是佛上 如果从果上讲 他会讲佛陀的功德 佛有什么功德 佛有什么功德 那现在有哪些佛 有哪些佛 有哪些佛国土 就被人这样 就俗胜 那么这个德 这个德基本上就是 他具有的俗胜 他具有的俗胜 比如说 那这个俗胜 就是他灭战的特质 比如说我们 我们... 我们的... 中国... 经常会讲 四备八德 或是三达的 或是讲三达的 是什么 智者有 八德呢 宗孝哋 它是什么 就是你的心所具有的德性 好 那么佛法也是这样 比如說你修行是要讓你的先具有什麼樣的功德 你具有了這種功德 就叫做殊聖 就叫做莊嚴 好 那這個今天修多羅的赤地所行 今天就是修多羅 它重點就是在明白修道的赤地 第一個到了修行的理論跟宗旨 第二個就是道路 修行的赤地跟方 就是修道 你要修什麼道 不管你修什麼道 比如說十善夜道經 十善夜道經是什麼 什麼道 人天道 它告訴你 你做人 你身邊 那麼你必要居住哪些十善夜道 基本上 那你要怎麼修 第一個菩薩生一偷道 那還要故事 就像這樣 就離十二的修世上 它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每一本經 不管是大聖經或小聖經 當然所謂的小聖經就比較沒有在講的菩薩道 大聖經就包括解脫道跟人天道 其實是這樣 那你先要理解 那如果像你說 像地藏經 地藏經 有強調菩薩道 但是它強調菩薩道的當下 強調整個不墮三二道 就這樣 那不墮三二道是 宗教的最低虛權 不墮三二道 所以宗教的最低虛要求 那麼一般來講佛教的要求就三部分 也是三部分 我們叫做向上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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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個去向 佛教有三個去向 或是三個去向 去向 或是去向的原因 就是往哪邊走 就是往哪一個方向走 一般我們說向上 向上 向解脫 你是不是學 學到的是不是真正的佛法 用這三個來解言 當然我們做三法言 那個是從底上 從底上 那麼這裡比如說 你修學的是不是善法 善法什麼是善法 就是 對別人有利益 對你自己有利益 這個最好 那就算對自己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有利 但是對別人很有利 那個也是善法 那麼如果損人損己 那個就是惡人 那麼向善主要的就是 主要的就是 不墮三二道 讓你保證不墮三二道 讓你保證不墮三二道 不會 因為一棵樹平常是向一個東生長 那麼就算到忽然間因為地震 因為颱風倒下來 它也會向一個東起雪 那麼你平常都是向上 就算你那個靈命中的時候 忽然間起恐怖 忽然間不正面 忽然間起煩惱 它依然是向一個善 怎麼樣 清倒 依然是依著善 所以我們往生是 隨念隨夜隨他的善念 隨念隨他的善念 隨喜隨他的善的習慣 一樣是這樣的 所以你保持向善 那麼 你不用人家出現 你天天不再幫自己出現 你每天就要自己作弦 你如果真的要弄真 你不用人作弦 正常 好吧 那你天天都下一個 忽然之間 你請了一百多人來幫你出現 如果你的惡劍不作弦 散惡不作弦 那有可能 如果你的惡劍已經決定了 也不可能 幫助不良人 就要像你的病菌肯定作弦 你把全世界的醫生都找來幫你幫忙 也沒幫忙 要得到 好 那麼這個是向上 向上是讓你保證做散惡道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是人 人是在散道裡面 那麼天 天 跟人是在散道裡面 那我們分散 那惡道就是什麼 惡道就是阿修羅 惡鬼 畜生 弟弟 這個是不是惡道 那麼有些把阿修羅 分散道 那麼基本上是人 你只往上 會保證現在的方法 現在的佛法 保證你立不敗之地 不會墮落 不會向下沈 你只會向上 不會向下沈 所以 所以佛法 最有第一個要求就是 要求你不剁三道 然後在這個平台上 在這個基礎上 往上 那你不是說如果不剁三道道就好 你如果不往上 如果不解通 你隨時有可能剁三道道 所以你必須在你沒有剁三道道的時候 多培養一些質量 讓你未來 因為你的質量越多 你的德性越好 就是你的道德越多 越圓滿 你就越不容易墮三道道 那麼現在道德還沒有圓滿 還沒有完全 所以你用英語不好 二元線前 在二元 你就很可能剁三道道 所以學習佛法 第一個 真告訴你不剁三道道的方法 在家出家都以五戒為主 所以叫做共法 共 第一個先不剁三道道 這個是佛法最低的要求 那麼再往上 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遇見 那麼受到虎欲的欺負 所以再往上就是要讓你 讓你不攔著這個虎欲 不是說這個虎欲的影響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就變成 這個叫做禮欲 禮欲惡不善之法禮欲 這個是禮欲 這個是斷欲 你現在是欲見 但是你不受欲見的術語 你不受欲見的術語 所以你要修什麼 修善 修善 我們現在是甚麼 你現在是欲見 但是我們要修天的月 然後天裡面 欲見天在上一層 修色的色的經驗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心 要超越 你修了血 要超越你現在 我們修 佛法的修行 一直都是 跟自己挑戰 超越自己 他不需要超越別人 因為每一個人一開始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需要 修行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做事不用跟別人計較 為什麼做的都是你的 修行不需要跟別人計較 一樣出家 人家修那麼好 你修這個布丁 你不要自己看這一次 給師 也許也是給師修了 佛祭職 有些天地的祭 還沒見到佛 就正出火了 舍天佛 還沒見到佛 只聽到元祺祭 就正出火了 那有一些 在佛陀身邊二三十年 都不正火 還墮地獄 去佛祭職 那這個之一 有很難說的 有一些 有一些沙咪 那麼 還沒有到二十歲 沙咪而已 他就正阿羅漢 去比沙咪 很早就正阿羅漢 那麼有一些 沒有 有一些年紀很大 修行很久了 跟佛宗教很久了 那佛霧念了 他都還沒證 譬如說 禪職一秋 那麼 所以 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那你修行不需要 跟別人比較 你只要確定 你自己 現在的自己 比過去的自己好 我現在 比以前好 為什麼 我以前有這種煩惱 我現在沒有 我以前沒有這種習慣 我現在有 比如說 你 比以前更能捨 那你比以前更用功 你對佛法更有信心 你對佛法的理論更了解 你以前不會講 你現在會講 你以前不會讓 現在會讓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你修行 一定要跟自己做比較 那麼別人 別人 好的 你就生氣 向他學習的信 不好的 你就看在眼裡 你以他為健 自己千萬不要墮落到 笑他們的妖精 你看到一隻狗 一隻貓 牠現在在餓倒 那隻狗 也許很有眼神 那麼 但是 牠畢竟在餓倒 需要想一想 不要未來 被捡一條狗 就是 市面裡面養的狗 還是狗 很有靈性的狗 也是狗 那麼 牠為什麼會被捡狗 你為什麼會是人呢 那 因為 牠有狗的業 那你餓也有人業 所以你要保證你自己 一直往上 如果今天一條狗 那麼 不做事 就坐在那邊 才這樣 你會不會跟牠講 為什麼那條狗都不做事 我就要做事 不必要罵 你是人罵 那你不要像牠一樣 是不是 那如果那條狗會 你會跟牠會嗎 不會嗎 因為牠煩惱 牠不知道的嗎 一樣 人跟人之間個性不一樣 人也有從蠢動來的 也有從鬼道來的 也有從人在來的 也有從人上下來的 也不一樣 伏地子也一樣 那學習魔法 不需要跟別人比 但是一定要確認 我現在比以前好 那麼我照這樣修 未來會比現在好 你必須要確認這件事 那有沒有 你現在有沒有比以前好 你未來會不會比現在好 你自己知道 那你如果不知道方法 你天天一天過一天 就是念佛誦經 好像也沒什麼百變 那就是因為 你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重點在這裡 不知道修行的次 那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不會努力思維 我們先把這個人講一下 那麼再講到所謂的 世欲有之 就等下再學 那麼向上 向上 佛法的三個 最低 最低要求 你坐上這道 那麼 在疆 在疆 就是五戒 出疆 就是四更更接 殺到人 那麼再進一步 禮運 所以要修場地 這個向上 不剁三二刀 就是你不能照殺到人亂的劍 殺到人亂的 他就會剁三二刀 這個叫做劍 向上 我們現在在遇見 你要禮運 你必須要有第一條苦關 這個要修地 才能禮運 當然人 從人來講